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部会有女演员的 真的假的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好 麻烦一下 对 像我蛮喜欢拍爱情戏的 都刚好没有拍到那些东西 这样子 我也可以演床戏 刚刚是嘴巴是要说不吗 是吧 不要 看来桃子真是想要夸借去演电影了 不过这第五度主持金马将 桃子应该是轻车熟路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吧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我都已经快要 快要一些岁数了 就人生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挂爱 无牵无挂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应该就会爆一些秘心 就是更了解我觉得 就是电影团队 他们认真工作的 专业的那一面 然后还有他们 私底下不为人知的搞笑 或是心头那一面 这样 看来桃子很认真的在准备了呢 那对于时间的把控 是不是更有把握了呢 我不担心 因为绝对不会是我拖延的 请颁奖组合要特别注意 拿捏时间 但得奖者我们就不限制他了 今年更有桃子的好多好朋友 入围了金马奖 比如舒淇 金城武 桃子是不是很开心呢 被记者问到 是不是希望舒淇 双喜临门 桃子现场可是大呼 不要再陷害我了 再恭喜他吧 我一定要恭喜他 这个舒淇 其实我觉得 对他来说 导演应该很想跟他合作吧 舒淇 你这样问会太尴尬了 就是他片酬的问题 就是片酬 I'm sorry 没有 主要是呢 因为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一次我们看到很多 这个好朋友都入围了 包括舒淇 包括金城武 然后也包括很多新演员 而且是就是台湾的新演员 我觉得其实蛮有看头 双喜是 哪双喜 入围加得奖 不要再害我犯罪 就当然是祝福了 我觉得就是祝福好朋友 然后祝福每一位 其实辛苦努力 好好拍电影 看来桃子对电影人 海珍了解呢 台北报道 拜拜 了解 这CR 对 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